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 現場罷免王浩宇的時間點 現在已經進入倒數的最後10天了 大家來看 現在很多人都在催票了 國民黨也加入了戰局 他是公開的號召動員 要全力來催票 可以看到 你看到這個這麼大的一個看板 這是掛在天成醫院 是桃園 據說是中立那邊 最中心的位置 一個很大的醫院的上頭 看起來你看比例尺就知道 其實是很高很大的 你開車經過一定會看到 你不要放棄手中的一票 罷不罷由你決定 1月16號全民站出來 就是要催出最大的票 這一塊看板 這是天成醫院的董事長 現在立法委員 他們家的這一塊 他這塊看板只借個兩種人 第一個出來選總統 第二個選桃園 是桃園市長 其他都一律不借 免費的嗎 免費 免費的 其他一律不借 他就是這樣 他覺得 這個事情是我該做 他才會借 這個是我不該做 你給他多少錢 他都不要 他平常就是掛他們醫院的宣導 例如說長照照照顧這些的 他除了市長跟總統之外 他不借 所以這一次 我覺得是跌破專家的眼鏡 他真的是除了市長跟總統以外 第一次出借 所以說你就知道 其實他在桃園地方 這個天成醫院算是一個很有規模的 一個醫療體系 不管是照顧老兵 或者製造一些所謂弱勢的團體 他不遺餘力 這是貢獻很多 那他這塊看板 其實他真的就是代表了 桃園中立地區的這種正義之聲 可是有人說 是不是文浩宇真的已經到了 天怒人怨的地步 大家都太討厭他了 所以一定要把他罷掉不可 可是也有另外一派說法說 國民黨要加入 國民黨進去反而會壞了事 其實國民黨在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那時候我還在黨部 我還在黨部裡面做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有做過一個 所謂的協商 就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我們完全不介入 完全不介入 就是連署的部分 黨的力量全部沒有介入 所以他這三萬多份的連署單 其實他已經做到四萬多份了 黨沒有動 一絲一毫力量 真的沒有動 因為為什麼 你如果動了力量 其實這就好像是黨在對決 黨在追殺他 可是現在已經是到最後關頭 所以因為罷免這個議員 他要的票實在太高了 七萬多張 對 他一萬五六千票當選了 要七萬多票來罷免他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結合中立地區 所有黨派 所以我們叫做超黨派的支持 我們國民黨有跳出來支持他 民眾黨也跳出來支持他 那民進黨我相信他也有點響 講到民進黨就有點曖昧了 因為大家知道民進黨 其實不管是明的 暗的 其實都有在支援黃捷 就是高雄的市議員 可是講到王浩宇 看起來民進黨要把他放生了嗎 現在的最新消息是桃園 民進黨的桃園市黨部的發言人 有說了他說 不樂見國民黨藉此進行政治操作 民進黨會盡力協助從政同志 能夠爭取更多選民的認同跟支持 度過這個危機 那意思是民進黨要出手了嗎 因為其實這就是我講 為什麼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 我們黨都不介入 因為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黨一介入 就是逼的民進黨一定要出來 因為不管怎麼樣 王浩宇是他的從政黨員 那如果國民黨的機 這個所有的這個吹票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連署 都已經介入了 那民進黨黨部 他不能不做 所以為什麼一二階段不做 那第三階段為什麼要做 他民進黨不是對國民黨 他有種怎麼不對時代力量 時代力量也加入 民眾黨也加入 也加入霸王 都在裡面 都在幫忙 跨黨派的 對 都跨黨派 就是其實整個中立地區 除了民進黨 沒有表明之外 其他各政黨都表明 那為什麼他獨點國民黨 我們剛才 是 我們剛才私下還在討論說 因為人總是有同溫層 那你旁邊的人 可能都很討厭王浩宇 那有沒有可能 民進黨內部 其實是喜歡王浩宇的 民進黨內部 當然會有一部分人 喜歡王浩宇 是沒有錯 可是這個比例到底有多少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拿他來跟黃捷對比 是非常強烈的 你看民進黨的議員 立委 什麼一大堆人 都去幫黃捷站台 然後去那邊大聲疾呼說 不能罷免黃捷 可是到現在 只有一個地方黨部 沒有人知道的發言人 出來弱弱的 我剛剛還在查說他是誰 周江傑 對 地方黨部發言人 就出來弱弱說 我們一定會協助我們的 從政同志 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表面上 應付了事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因為我必須很誠懇的告訴大家 其實就算是在民進黨內 他也是非常雇人怨的 你想想看 時代力量 民眾黨 這些政治理念 都是南緣北折的 國民黨那更是了 那為什麼大家願意 尤其時代力量 要跟國民黨合作 那個聽起來是天方夜 那為什麼大家願意合作 因為這個人實在太 僱人怨到一個極致人 這個人真的是讓所有人 從地方到中央 每一個人都討厭他 然後他又偏偏又是一個指標 什麼指標呢 因為如果連王浩宇都罷免不了 那我必須說剩下什麼霸來尾 或是霸其他藝人 基本上談都不要談了 那如果能夠把 王浩宇罷免掉的話 才算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霸來尾 才會有一個希望存在 所以我必須講 這個對藍綠來講 現在綠金現在大概也想到 他可能不能讓王浩宇 輕易的就這麼被霸凌掉 因為他要怕一個骨牌效益 可是我必須講 表面上是這樣 你光看只是一個 地方黨部的發言人 中央到現在沒有任何人講話 是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其實民進黨 其實大部分人也不是那麼支持 其實有一個關鍵人物 大家來看 陳其邁是不是跳出來挺黃捷 陳其邁跟黃捷還不同黨 平常大家都以為 鄭文菜是王浩宇的乾爸爸 怎麼到現在他不出來講話 好像鄭文菜有私下跟王浩宇說 你低調一點 你是沒有在講話 你低調一點 對 所以如果鄭文菜都沒有出來 強力護他 因為我必須講 假設被民進黨操作成藍綠 藍綠這樣對抗的話 其實王浩宇要被罷免掉就很難 因為鄭文菜在桃園 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可是鄭文菜到現在都這麼低調 會不會鄭文菜在想 這個叫我冒充我乾兒子 已經很久就趁這次把它解決 而且當初王浩宇 從綠黨跳到民進黨 是為了鄭文菜 是啊 鄭文菜怎麼現在都不理他 因為很簡單 你看有一陣子 王浩宇是做什麼事情言必稱文菜 到哪裡去都說 他跟鄭文菜黏在一起 好像他是鄭文菜的心腹 是他的肚裡的蛔蟲一樣 講什麼都知道 可是這一陣子 你會發覺鄭文菜跟他 好像若即若已 開始保持距離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是個麻煩製造機 你跟王浩宇黏在一起 絕對不會有好事 所以你看大家都閃得他遠遠 我跟你講明天早上閃他越遠 我覺得1月16號 過乾的可能性越大 是 現在大家看到王浩宇 就看到一個瘟神一樣 大家能離多遠就離多遠 有一個人滿勇敢的 必須講他叫做486 我這個爆炸頭這個人 他是一個電商 因為我很難去界定這個人的身分 他是一個怪咖 他跑去他自己的頻道 來專訪王浩宇 在裡頭當然有一些 插科打婚的一些玩笑話 當然他就問他說 你被稱為不分區議員 那你到底有什麼感想 王浩宇還大言不慘的說 你看很多人說 我不會第二次連任 可是我第二次票還拿更多 並且他說 我不同意我是不分區議員 你看國民黨很多政治人物 羅志祥 游書會 李柏毅 他們也常常講很多公共的議題 也不是他們選區的 所以我本人王浩宇 關心國家是公民 應該做的 將軍 你們都誤會他了 我誤會他可聲了 誤會他可聲了 其實這位YouTuber去訪問他 這個電商去訪問他 我覺得王浩宇好像還滿高興的 這是扣分 這是扣分 你去忙 人家真的是在幫你宣傳 你這麼多年來 這也是1.5屆 他一屆 再連任一屆 是在宣傳你的政績嗎 是在宣傳你問政 到底做了多少事嗎 不是 不是 是在調侃你 是在調侃你 你居然覺得感覺良好 被調侃還覺得很好 你們兩個真的有沒有恩怨 你自己講 王浩宇你跟486真的有沒有恩怨 你們兩個是有恩怨的 人家來真的是 是來蹭你這個聲量的 蹭這個時候能夠多抓點粉絲 多抓點流量不是很好嗎 廢物利用 資源回收 recycle 這是一種美德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你真的不知道 你在這個中立地區 你惹了多少人 因為你以前很簡單 我只要抓住我的小眾 我就要抓住這1萬6千票 我告訴你穩穩當選 不但當選 而且還是中立的議員前三名 所以你不需要去 care太多人 我管你懶得 懶得喜不喜歡 我是你家的事 甚至他以前說 我管你綠的喜不喜歡我 我要的是藍綠都不喜歡 那群人就有1萬6千多人 就是喜歡我的 那對不起 我就是第一 第二 三 他上場第二高票 所以他很穩 可是想不到 當他背離了綠黨 然後當選了以後 突然間把綠黨的衣服脫掉了 我要加入民進黨 整個中立地區 原來民進黨的市議員的選盤 全部打亂 全部打亂 因為不管怎麼樣 你是一個1萬6千多票的 一個有實力的議員 當你加入了民進黨之後 那我的票會被配掉 我的票會被分掉 馬上2022就到 那我中立原有的這些 民進黨的席次的議員 你看有本事 民進黨中立席次議員 趕快跳出來支持 我挺王浩玉 我挺到最後一招 挺到最後你落選你就知道了 所以人不畏己 天誅地滅 尤其是在成分不純 你並不是在中立 跟我們披著民進黨戰袍 閉路藍綠一路走過來的 你是變成議員之後 然後臨時轉向 要來吃我民進黨 這塊的支持度 誰會喜歡你 誰會歡迎你 況且你每一次都來蹭我們 鄭文燦來到中立地區 多少民進黨的議員想靠上去 他立刻靠到旁邊 乾爹 兒子在這 他真的這樣講 我幫他叫的 我想說還太不要臉了吧 我幫他叫 他就差沒有叫出來 他就差沒有叫出來 整個蹭在旁邊 那你說其他民進黨的議員 心裡會舒服嗎 是 我們才是駕鋼的 血統成正的 你這個是外面來的來蹭的 你這個半路出家 借巴都還沒有乾的人 你怎麼會跟在旁邊 這個你實在太超過了 所以你說他怎麼會被人家喜歡 民進黨的議員 民進黨中立的政治人物 民進黨桃園的立委 誰會跳出來挺他 是 誰會跳出來挺他 我現在看的除了486 訪問他之外 好像沒有任何人替他說話 交堂 所以486 交堂 還有王浩宇是同一個等級的人 三個人是一樣的 他們倆互相取暖 所以剛才這個將軍有講 486跟王浩宇有一些心結 他們之間有一些過節 是什麼樣的過節 其實也是在選舉的時候 也是在宣傳的部分 他們產生了一些瓜葛 可是為了共同的利益 他們還是可以結在一起 因為他有聲量 其實黑聲量也是聲量 黑聲量 就是黑聲量 他被人家按道站 被人家黑也是那種聲量 那可是所有的這些網路 社群的經營者 我就是需要人來點閱 對不對 你來點閱我 我的任何東西只要給你看到 你覺得不錯 那我就受惠 那黑聲量也是聲量 是